大家好 今集就讲了 还有一次讲了 比特哥讲的这些话说了 我这么有兴趣 但是他本身对地产也挺有认识的 我想问一下你 我记得听你说过 这些股票留意到那些日元的汇价 你怎么影响这个股市 我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是 我在大概 大概25年前 我 我受 一个做日本生意的客人邀请 他原来请了 全香港主要的银行 十几间 坐在一起 讲一下大家 行家的意见 那天刚好 日本发生一件事 那个首相 我记得 小冤卫三中风 职值辉豪 就问全香港这些 这么多间银行 计人怎样看 去到的都是总经理 总之都 都很高职位的 嗯 是我最可能 不是太高的 哈哈哈 也是太高的 不过在我班人之中 你不是最高的 哈哈哈 那么 那即直直辉豪 啊 即是你没什么被迫 因为当日是发生的 嗯 嗯 逐个说 有些人说 没有什么影响的 都是牛皮的 什么 观望一下 又什么 那么 轮到我 我说 我不是的 我又很有意见 哈哈哈 别人说没有我 我有意见 嗯 我想请你讲 我说 小冤卫三 这个 这个是日本呢 嗯 我认识的手上 应该是No.1 No.1 最棒的 到现在也是 不是 就是我认为他的能力 哦 就是很棒的 应该很棒的 主持很棒的 就是这么多一代的手上 为什么呢 他对上一代 嗯 嗯 乔本龙太郎 我记得 哎呀 我真的很记性 乔本龙太郎 听过没有那个名字 啊 应该隐约的 乔本龙太郎 当时他做手上 日元呢 他说跌到呢 在那儿跌 美元兑日元 又跌到 147 因为一元日元兑到147 这个 147元日元 一美元 嗯 其实很低的 历史 差不多 当时的历史记忆 147 嗯 他因为这样也要下台了 一跌到真的 出很多口述 什么 都挽救不了日元 嗯 嗯 那么 那么 这个小鸢 为三日上场 他搞定了 好像 我形容他是猫王 猫王 不用捉老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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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一声 那时自然间 就 嘭嘭声 声到一日幾 那么好 有什么方法 他,他认识能力高啊 他,他即刻 倒闭有些漏洞啊 那些人便慢慢地 嘭嘭上去 問到我,我講這些故事的在座聽, 唯獨是他這次出事中風, 中風我相信有排頭, 好運的話有排頭, 不好運的話根本要離開這個崗位, 不幸言中,打後就看, 我就說如果他真是不幸離開這個崗位, 日本又會租臨另一次的日園遊舍, 會跌到,我想年底會去到一二五一三零那頭, 一美元對, 那個做日本生意的人, 很開心, 第二天就馬上打電話給我, 平時我打他都不騷擾我, 即使他被豬攔著你, 他被豬攔著我, 開會很忙, 今次不是他親身來找我, 譬如我說什麼指教, 他說, 你昨晚講的言論, 我絕對認同, 請問你是否有一段財經新聞, 是否你寫的, 英文的, 南華早報的, 我剪了片段, 我說, 我哪有這麼好文才, 不過, 不排除, 我有時都跟財經的朋友談, 我都是這樣說的, 可能那些人偷了料, 譬如英文那樣, 寫上來剪了出來, 不排除, 我一定沒有空寫這麼有英文, 在南華早報, 之後我們一見緣故, 他很好, 他曾經把公司在全香港的銀行, 有幾億元的流動現金, 全部放在我那間, 給我處理, 我當時光彩, 我聽你說過這個故事, 真的, 是真的, 當然他也很開名, 免得說什麼, 那麼, 那麼, 當時他叫我做什麼呢? Mr. Yan, Mr. Yan, 哈哈, 一同言之差, Mr. Yan, 一同你改名字, 之後呢, 開始來, 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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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客戶, 其他, 知道我這件事, 他就, 找我, 突然間, 請個食慣, 什麼事呢? 請個食慣, 沒有, 不讓我被迫, 我記得還在西苑, 西苑, 西苑, 那間有家嗎? 那間, 西苑, 不是在上環那間嗎? 不是上環, 甄平路那間, 那間是甄平路, 那間是甄平路, 那間老闆, 說, 想認識我, 想請你來, 有個貴婚室, 整台都是, 知道什麼, 但是, 我不知道什麼, 我突然間被邀請, 去到, 去到, 初生之, 熟得得多起苦, 嗯, 坐在那坐在那, 管得你是誰呢? 嗯, 那, 我照說, 他說, 我這次的 topic, 就是, 怎樣日元呢, 可以看到, 股市未來的去向, 啊, 就是有可以有積可沉的, 一看日元就看到股市的, 如果日元, 是啊, 其實, 美金強日元藥呢, 明天的股市呢, 就是會帶動那個股市, 世界股市, 不止香港, 會升的, 因為我當時講這個理論, 會升的, 啊, 當時真的可以啊, 就是那段日子, 啊, 那些股票, 咦, 裝啊, DALLA YEN 去到多少,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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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是, 我們玩一下, 旗子那些, 啊, 如果日元跌, 廣股就會升, 廣股會多數會升, 以前廣股是比日股影響到的, 因為現在就可能影響就沒有那麼大, 那些人就問我,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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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 啊, 浦京, 去澳門, 那樣, 看到很多人, 拿了泥馬來唱, 哈哈, 唱錢,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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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有其他因素會影響到 我又記得上次特朗普最後離開時 美國總統 哦,特朗普 日元,我一講過,我先留意日元 去到103 就跌下去了 升,日元已經小了,等於升,對美金換少了 一元美金換103日元 這個好嗎,因為日元本身是一個避險貨幣來的 全世界來講是第二大金融體系的第二大 我不知道,避險貨幣,即是全世界發生的事,這個東西會升 這個理論,我都是留意到的 所以呢,Weneva 那個市,日元去到103 即是有些QK,股市暫時會忍忍手 會跌的,日元升,估計會多到跌的 如果急升,更加有大件事,世界上有大件事 當時我隱約都介紹過,這個理論 都是跌得很厲害的 我記得有一晚跌到 跌成一萬點,香港,一個禮拜內 你講香港就是講日本 包中sir 哦,包中sir 其實機會來了,應該去投資,應該去買貨的 就不是跌,死了,死了,不是的,在我,應該去買東西的 為了這麼說,現在好像日經只做了創新告 是不是跟日元跌有關係呢 不是,現在日本基本上有些東西變更了 但是大家沒有留意的,他二十幾年都沒有利息 今年開始好像有些利息,有些利息 其實變更了,他有息收的 變化了,所以要留意他 我想現在跌到140,左緊,差點不怕的 拿人員 我曾經試過 都是二十幾年前 如果我拿,我拿銷幣 當時到了喬管龍,147那個關口的時候 我試過拿人員 就怎樣呢?銷幣幣就是 跟美元掛鉤的貨幣 你都給了多少利息呢? 五十二里的,五十里以上的 我記得,我在花旗銀行做的 不是每間人做的時候,他那裡有的 是銷幣的時候 做了一個星期,我買的,它跌了 但是我買了升價,所以比很高利息 都賺過一下的 所以我對日本的貨幣的體系 很難以為 因為它是相關的 其實我認為它是相關的 不是每個人都一定認同的 有些幫助的 我聽你說過,因為也有些用的 因為以前那些 日日年跌,這些股市多了 因為香港以前是跟日本的股市 尤其是在即市中五的時間 現在就沒有跟得那麼緊 因為內地的因素多了很多 還有你對地產 我看你投資物業也有一手 你怎麼看樓市那些東西? 這個 我知道你是很喜歡買樓的 我是這樣的 我在銀行做 為什麼進銀行做呢? 第一 借錢低,你借低一點 要懂得借錢就行的 即是它有facility是職員低息買樓 是不是外面便宜很多呢? 是啊,兩厘左右 那我看著外面是多少? 外面? 嘩,pine rate 四、五厘 一平常半的 所以有個笑話就是 銀行做的那些女士 很快被人家分分 被人家搶購 我看到那些朋友都是銀行做 在那些出的大銀行做 是很早就已經供掉樓了 一早 哈哈 因為那些額太便宜了 就是 不過現在就可能沒那麼好 這種環境就可能沒那麼好 那我 我也不夠狼 早知道買大一點 買大一點 喂 就是 你出5%而已 是不是? 自己買那間買那間? 是啊,這麼一間 我看你不斷地慢慢賣賣賣賣賣賣的 我就去買一層 因為那些借錢也容易的 因為我認識朋友做銀行的多 喂 因為那些借九成 九成半我也做過 九成多 哈哈哈 喂 很少賣賣的 買得到 5%就行了 都ategory Little are you 哈哈 現在借錢難度會超越很多 劉掛賞賣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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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rg 很少 有些不知道 你不可能 有些不知七成,要比六成五成也有 這個關鍵是行政干預的,知道嗎? 有這件事大家要留意的 行政干預是怎樣干預的呢? 就是說 政府到某個時間 見到樓價升,就好像辣椒那樣 他上的 你知道什麼辣椒嗎? 知道 譬如你本身有物業,再買第二層 要多給客外的十幾百分之稅 即是不鼓勵那些人炒樓 是的 問題是你買這層樓 賺不賺到 十幾二十、三十個百分之稅 那些人都要買下去了 你可以不賣的嗎? 我不知道他是怎麼想的 可能他在 你錢多了,就是沒有賺錢吧? 在另一個國家 他覺得 雖然收了三十個百分之稅 但是也有好處 可能很深奧 香港沒有好處 香港沒有好處 可能他覺得貶值不止三十個百分之稅 哈哈哈哈 即是跟那個貨幣很有關係 是的 即是他覺得 我買貴三十個百分之稅 finally 我都會贏回他的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說 那些匯率對那個樓價 都很有影響 其實幾年前都是啊 照買的那些人 是吧 就是照買的 不理這些 嗯 大家算數而已 是不是 那 如果這樣說 現在的樓價這麼貴 是不是因為 在一九年前呢 曾經有人把那個銀行的利率協議 是廢除了公民競爭 是不是那個關係 影響到那個樓價 是不是急升呢 因為以前我記得買樓供樓呢 起碼都是五六七八利的 是 現在呢 就算是加上職那麼多 都是拆薄 減多 是說 就算是丹利 多一點點 最多都是 以前比平成半的 是不是那個樓價徵 是不是跟這個有很大的關係呢 嗯 他的利率協議呢 就 其實都掌握著那幾家大銀行 操控 但是便宜了很多 有些公樓的利息 他不加而已 他不跟足加而已 一加出來就運了 一加好不行 他自己也不行 壓力加速過不了 他自己也不行啊 如果很多人供不了樓 他自己也不行啊 唯有自己搬水 補那個什麼呢 所以銀行員家的利潤 沒有以前那麼豐厚 很難說 哈哈哈 有一種請教你 你的銀行做 我以前聽別人說 我都求證一下 銀行拿舊錢回來 一筆錢 嗯 就是他是不是有最不利潤的利潤 是不是這樣的 哦 他 他銀行呢 其實賺賺什麼呢 最好開多些的那些 Saving 啊 Current account 那些 那些沒有利息 Bearing 的 他不需要負擔 Saving 不給你 利息好少少 那些 都幾乎沒有 那麼他貸款出去 那裡賺得多 借給credit card 那些 三十幾里的 是不是 你計一下 三十幾里 很厲害的 借好一點 就是大耳孔 他用一些財務公司 那邊 那些財務公司 但如果那些人 還不起 很大鑊的 是不是 他回答上去 是這樣算的 沒有啊 他都算了 那個 選號的 你十個 有三個不還 他都頂了 不用輸 那奇怪 那些人 借這麼貴式的 Visa 那些貸款 他無論如何去按 就比借這些錢更好 誰不知道 他有這樣的能力 就是 去到那些位 已經last resort 噢 即是沒辦法 是 各自報告 各自報告 頂住啊 頂住 頂一陣子 行不行 但大通常都頂不住多 看到 是啊 那 有些能頂住 哈哈哈 那些比較少數 那些 不知道 那些社會就是這樣的 哈哈哈 你說不行 他就不行 那其實香港這麼多年 一直升到 現在跌倒一些 一直 不斷升上來 原因在哪裡 那些留格 一股子又不是 吊穿走的 哦 那他有個 香港 物業 有個租席 在這裡 租席其實都是定海神針來的 定住民業國家 價錢跌不了多少 是不是 那麼 還有人始終是 呃 周時都保持這麼多人在這裡的 700萬人是不是 這樣很容易啊 很容易啊 浮飄了 是不是 那麼 香港也算人多 人多 人多 因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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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都是小的 是啊 新加坡都好像說只有500萬左右 500萬之中好像有四成的外勞 哦 本土是只有300萬左右 但是新加坡有這麼多外勞 香港為什麽印象不到呢 不知道 蛤 蛤 太深奧的問題 但是如果印象又來 沒有那麼多專家 你這麼多人呢 其實香港也有很多人才啊 香港的人說就是沒什麼人才 你認不認同啊 當然 你也是一個人才 賭碼就這麼聰明 我這麼說的 賭碼就這麼聰明 賭碼就這麼聰明 你賭碼就這麼聰明 那不是啊 那我看你經常收拾一次贏錢啊 哦 一發大就要講膽積的 就像你說的 對不對 大哥你這麼聰明 沒夠膽積 記從彩 我選擇那些是 以小博大 刀仔腳大廚方式 講來講來講 即使你壓力沒那麼大 你實贏的股票你也不敢拿下去啊 哈哈 買一點點 小漢通雲啊 突贏的股票 通常都是一般 不給貼士才敢買下去而已 實贏的股票 我都不懂分析 怎麼實贏的 誰跟你講實贏的 誰比較害怕你 你麻煩就行 我見你又買了股票 那你有沒有說說股票的功德 有啊 真的 這幾十年來啊 差不多整天碰住啊 哪個啊 天天都玩著啊 買一點點我也有幾個玩著啊 啊 你看見我啊 整天都留意著啊 估計他也是啊 不要等他去脫節啊 啊 當然啊 我當然不教你專家多啊 當然不是啊 你也是專家 我也要向你學習 小規模的投資者 但是我很有趣 用來呢 工作上很煩悶呢 有一件事情寄託著 今天想的東西對不對呢 為什麼那些人去黃大千求啊 投資簽行不行 不用啊 買手旗子啊 拿手 球龍正啊 你行不行啊 我看你也很早取休 你根本就上了熬龍了 你不過是過日陣 找些東西玩玩而已 不錯啊 你想想 這不是很悶啊 股市 一個賽馬已經很忙了 哈哈哈哈 是不是啊 我經常見到你 我見到你窩汁了 你也不是經常回覆我啊 你現在幾顆東磚 是啊 你忙著什麼啊 你是忙著跑的馬嗎 我不是啊 我是晚上才做的 晚上才做的 晚上才跑馬啊 看一下 歐拉 歐拉一下 那些 為什麼不 為什麼不下頭跑 要晚上跑呢 下頭也做 很多事情做的 正經的 哈哈哈哈 你又要認酬一下這些人 那其實都是 在做貿易的 是不是 是不是 認識多人 人欣賞你 你就有生意做了 是不是 是不是 那也是 是 看一大還是小而已 哈哈哈哈 那你 你又這麼有人真經驗呢 給一些年輕人 有些什麼 可以做一下 但是年輕人 有些 又或者是沒有藏流的機會 你認同啊 因為年代和以前比較 以前那個年代是不是艱難 現在的時代比較艱難 現在呢 那些 很多大學生的 出來了 太多人 變成那個 那個什麼 就是那個開發的機會 是小了的 那當然你說 除非有新的行業 出現 現在說 又說電子啊 又說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那些 我不知道是什麼 人工智能就是 就是 一大堆人的東西 裝在電腦上 大數據 電腦從你去 代替了人去想 你按下去吧 我叫做 Charge GBT 叫做人工智能的中文叫做 那那些人就會幫你 你按下去 他就會 解決你的問題 那當然那些問題 不是無中心的 又一定是 之前的人進了那些資料 然後他就把那些資料分析出來 也都 其實挺恐怖的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有幾十個 過八個 那些教授 呼籲政府控制 那些人工智能的發展 因為如果不是 好像霍金所說的 人類可能會被 AI 即是人工智能 取代 取代 人類會滅亡 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因為你控制不了它嘛 你找不到食物就滅亡了 因為現在很多東西去那些工智能 但是很奇怪的 以前那些人經常說 電腦代砌一些人 那些人就去別的地方做事 那些人都要做的 是不是 集中麻辯 有些人可能是 貴隱了 現在的失業率低 是不是因為有些人不報 不報上去 登工智多不多呢 應該也不多吧 不過我聽說那些 在外國那些 真的沒有什麼人上班 即是打個手機 按一下就 不知道他怎麼報自己的職業 是不是 那他不上班怎麼登傳 他拿中環了 不是 他 他 即是自己投資 就當是 當不當我不知道他怎麼報 我那些可能是做兼職的 兼職 我知道有很多人 從來已經做兼職 就不做全職 是的 我相信我們的年代 那時候 嘉賓有沒有OT 那時候有的 現在沒有 現在沒有 根本 你再每天OT就要解僱了 哈哈哈 辦事能力低 哈哈哈 哈哈哈 很奇怪 以前就說 搞一些最低公司制 每小時就加加加加 但是他們那些 那些 即是 商家 搞搞搞搞到 就OT沒錢拿 以前我記得那時候工半 我最高幾六天 開倉工都有的 例如假期星期日 上班有商工的 還有有飯錢 下班有的士 現在什麼都沒有 福利 你做不行 就像你所說 你是男孩挨東西 就沒有OT的了 你做不行也要搞定他 就是不是多勞多得 不是的 現在已經 現在是 多勞少得 哈哈哈 因為多勞少得 都做到很晚的 我看有很多年輕人 都做了10點多 10點多 9點多 現在已經 狠狠的 已經 有著家庭 開了工 家裡開了工 因為現在電腦時代 以前沒有電腦 其實有個好處 不會花你那麼多時間 你有一部電腦方便 方便了 你方便了 不用上班 就在家裡做 在家裡做 就是你放假的時間 都給公司用完 其實這些是不是公平了 哈哈哈 現在什麼都說公平 這些是不是公平了 就是 家班沒錢 還要服侍公司 你做不行就想好了 當然很多人寧願做兼職 就不做全職了 就是現在做 做什麼 是啊 多啊 就要做清潔也是啊 有些清潔阿姐 還有一個很成功的 買了房子 他做了幾份的 跑完隔公司 半小時去第二間公司 但是做了一間 有一次 因為他跑了太多 但是他也供了一間房子 都算不錯 都很勤力的 但是這些是 很特殊的例子 現在不知人 不是個個都行的 是啊 但是我講的意思 很多人是做兼職 不做全職 所以你說那些失業率 其實那個綜目字是不是 尤其是在美國或者美國 公佈的那些大數據出來 你覺得是不是準確呢? 會不會有水分呢? 不會的 我真的不知道 你平時有沒有炒開美國股票的? 沒有 有人介紹 但是我也不玩的 因為要顧著健康 因為你香港 一來健康以來 香港 都已經夠了 一看清楚一點 任你去看而已 差不多 這個 你要留意 經濟一體化 無論你買外匯也好 股票也好 什麼都好 都是 一樣走先走後的 現在令到馬力下體化 香港馬倒完就是到日本 又到英國 又是清加坡 全球症 他不讓你跟著 跑A跑到時是B跑到C跑到 他不讓你 集中在一條跑道那裡做專家 如果跑得要 可能要整個彎的場地 一來就是這樣,二來那個彎角 小一點,大一點,窄一點 製造多一些意外 如果這樣說,那些跑道也對那些賽哥很有影響 當然有 要有研究哪些馬對前領或者後上 有關係的 其實我估計馬會也想經常爆冷 讓他們吸引一些 經常開業門,四十元就連贏 很快我就戒賭了 哈哈哈哈 看不到 馬會折迫,我剛才說過 如果長城馬大致門 馬會折迫就行了,大哥 這麼正路跑 馬真的,為什麼吸引地方呢? 因為吳宗老闆,還有一個希望 接下來這個星期日 你應該知道嗎? 馬會弄個儲備金出來 三千萬 如果獨中,差不多四千萬 他撥夠出來,增加採詞 陸保長還吸引 你話說很好笑 陸保長好像說過千萬 是啊 中一次 沒有人中 一次 一中一次是只有兩元中了 所以有16萬 撥足到禮拜日那裡 另外有兩條胸梯都好像說 百幾萬和五十幾萬 但最吸引我覺得是陸環彩 不妨落針機刨一下 你這麼有針的研究一下 你記得給我一些提示 但我對時刨了之後 當然有機會的 哈哈 這樣吧 那麼 你 做法案之前,你講到微俊女 你也有一點點心得 講一下為什麼你還沒有被那些微俊女的陷害 其實呢 我也有玩開股票的 幾年前 應該到五六年前就講了 那麼 我也中計的 中計? 你這麼老,江湖經也中計? 不是 中計一來,我看看他要求什麼 很簡單 他之後認識你,我想來香港玩一下 帶領我去什麼地方 哪裡值得去遊覽 我那個很奇怪的 有什麼理由? 我問你怎麼認識我的 是不是? 他說我禁那個金融科 金融的朋友 就彈了我的電話出來 這樣 他不講股票,不講這些東西 講別的東西 講生活上的東西 就是 好啊 維持了一兩個月 這樣就來了 他就來了 他說 你有沒有玩一下股票那些 我說 嘿,玩股票? 吃生菜那麼容易 哈哈 玩幾十年 他說 我的親戚 即是他的舅父 在國內都是 都不用做事 就是說 都是做股票那一行 一年買兩隻 買兩隻 就可以贏夠一年的洗費 即是很多 即是說 隱約告訴我 他很有把握 看幾次 都要等 他等 那我也沒所謂 你有就告訴我 參考一下 玩香港股票 香港的號碼 不是中國那些 嗯 那麼 如是者 好啊 真是有一天 他說 有消息來 你拿著銀子 買下去 不如他來 一二三四五五號碼 買下去 買多些也不怕 你想發達 那麼 你叫我買 我就買多些嗎 你叫我買十萬 我儘管本場買一萬 是不是 買下去 上午買 下午就急跌50% 啊 啊 立刻跌嗎 立刻跌就是下午 接著打來 喂 隔絕跌找到 補不補到倉 補一些 補一些 不要說 補了 補了 補多兩萬下去 接著要求他一些 你們拍張statement給我 你掩住名字 不要緊 掩住股票行的名字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很明顯 他已經報告了給他的幕後的人 因為他做過事了 做過事了 燒到魚了 哈哈 那麼 你拿我 你交功課 要對稱就可以了 哦 你交了影給他 我說 對不起 我說 我這件事一定不給你的 就是 我後期說補那裡騙你的 是吧 就是大家好做 聽你說做了 其實我也是影響的 第一萬就輸了 只有五千元 輸了三幾千 只有幾千而已 只有幾千而已 也很慘 無緣無故 急得罪了 那之後呢 像吵架一樣 好 領教了 原來一定要你拿一個文件上的證據 他拿去做什麼 你猜到 一定是去收錢 但是他不擇理 為什麼他不擇理 他不擇理 他的电话一直保持在头两个月 好像很友善 就变得好像很友善 好像认识了两年 哈哈哈哈 早晨啊,今天去哪喝茶 吃什么菜啊 说些 很多人说话 我发现有些人 有些人你知道 不较不较 买十万,这么少,买五十万 他就买到睡街了 我两个朋友,就是 你恩若我听过 你是寂寞的 他当时怎么样呢 我之前问你是不是先赢了 他是先赢的 赢了很多 买了几十万,赢了很多 我想赢了十几万左右 没试 第二天,就打来跟他说 你很快点走啊 你猜一下能不能走 一开始就不能走 然后他打来 你走,为什么不走啊 哈哈 哈哈哈哈 根本没得走 然后没多久呢 他就打来问我 你跟他说 你哭了 跟你一样 因为我肯定你能学到东西 你听这集就说 他就叫他拍给他看 出货的那张单的纪录 当然不拍给你了 今天他当然没有出货了 现在还在握着 你还在那里吗 哦 还在喊 哈哈哈 都没有了 你出不了最好 你赢得多一点 我出不了 但是问题 他正如你所说 我一开始我都不明白 为什么会拍给他看 我一开始以为 就是拍给他看 就证明你是不是有没有沽货的 原来不是 交差 交差 他要收货币 是的 就是收钱 所以这些东西就是经验 所以以后呢 现在特别多这些 这些电话 收不得自收到的 有人正好 很多很多 上一年多的那些 哈哈 很奇怪 为什么现在 为什么会监管不了的呢 为什么会讲生活的节奏 他不是直接和他讲股票 你会害怕 但是他举报应该动不了 没有的 他没有 所以现在是不是执名制 是不是会好一些呢 电话那些 呃 他那些是用太空卡的那些 他都有办法的 打来的 但是国内是不是执名制 不知道 哦 就是到他 他有很多在外国那里 呃 不过不知不要听 不要乱听 那些密贞是密码 那些 Number 2号 5号也打来 6号也有 7号也有 2号也有 直接是家里电话 是的 我现在都敢打来的 是的 我收拾了这些电话 我实际上都当 能够剪刀算了 因为通常那些名字 你不接的那些 最好不好听 为什么呢 我觉得 如果你接到那些电话呢 是你未听过 你不接的电话 不是你那些亲戚朋友的电话 现在有名字的 有名字打出来的 你最好不好听 我觉得 如果真的有重要的事找你的话呢 他会再打几次来 我知道你才能听 你第一次听 你不需要听 有些人 我看到有些人在街上 有些人在街上 不ывently 在在街上 你不行 究竟不能判 emptying 究竟呢 或者是你们帮你 他们公司 这些 missed 通常呢 如果你们打一次 这些 不爱的 都内心 这些一定是 这是白状的 你们 noticing 还有你 不会人 你 chez你 咬到谁 对 你 你一好心就麻煩了 他還沒信女的,用女色的 這個肯定 我經常收到這些大頭照片拿過來給我的 在我的 Facebook 那些 肯定不是他 肯定不是他,我懷疑看 好像我刪除了他就算了 我聽你講,今晚聽你講 這一件事情影響 我終於明白,我初初我也不太明白 為什麼會拍呢? 我經常以為 是給證據你有沒有估到 原來不是,用來交差 交工貨,收錢 他一天有十個人買了 他幾豐富 即是他領事嘛 現在都很複雜 哦,幾年前我領事才先 所以之後下午冷,提高警覺 即是你剛開始起的 那時候 那時候不為意,不怪不得,不要厚非 對呀,有時候這些事情 即是第一次 他不跟你講股票的 講別的東西的 講遊覽,哪裏好 山頂很漂亮 對呀,很漂亮 即是講這些 即是當是網上的朋友 拖拖職 這樣而已 不過想不到 後期就沉默 你又不敢跟別人講 講幾人笑 現在事後 原來這麼多人領事就知道 很多 很多 不過很多 很多就不是這麼慘白 講出來 不過有些不知為什麼 過千萬也有 不知為什麼 這麼大眾目 都騙到 怎麼這麼容易騙 哈哈 什麼人 真的不明白為什麼 哈 一落裡是不是有些乾坤的 你未必知道 哈哈 通常有這麼多錢的人 通常一般都會有這麼長的 紫質嘴評 是啊 什麼這麼容易會中 只要奇怪 因為花大了 是失敗 是不是 你錢不見了 你錢就變了 哦 你信女 又輸了 因為我們這些老實人 就不想到那些事情 只是想正確的方向去想 不過是兩個東西 我照應無所謂 不過相信這些故事也聽不懂 是不是 那希望大家警戒一下 是啊 你說那些年輕人 怎麼 好像你當年唱會 有什麼經驗 可以 教一下年輕人 怎麼學習 怎麼去進修 那些什麼 嗯 分享一下 哈哈 哈哈 現在 現在 現在年輕人 似著學歷高 這樣 不會 未必 未必聽我們這一輩子 說的 說的 他認為 大家有個age gap 他有他的 他有他的 代溝啊 代溝 還有他的學識是高過你的 無可否認 學的一定會比我們 這個無可否認的事實 不過很奇怪 那些人 很喜歡唱同輩 不聽老人家講演 是啊 明天你走過 北打街 有些 大的 大的銀行 不要說哪間 你走過 他拉你過去 他拉你過去 我教你 我教你 怎麼發達 投資 我試過 被人邀請過去 他說 你挺英俊 挺英俊 挺英俊 哈哈 我說 也不用說 我說 你 你讀書一定很厲害 不是那些銀行都不聘請你 是不是 當然是大學畢業 多個file 喂 但是 我說你老爸更厲害 是嗎 不用看 不用見 我知道你老爸更厲害 你老爸更厲害 我相信 你老爸更厲害 我相信 沒有得罪 哈哈 沒有得罪 是啊 你老爸更厲害 不用說 那他怎麼回答你呢 不是的 你老爸更厲害 是